村里的王半仙帮陆山河看风水 看热闹的大队村民 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 都在等王祖茂说一个所以然 何弘历躲在人群中 恶狠狠看着陆山河 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陆山河卖黄扇就是能够赚钱 自己就不行 王师傅 你看看我们家宅基地 情况怎样 王祖茂要在大队混下去 肯定要和生产队队长何有才站在同一战线上 在众人的注意之下 王祖茂说话了 林山 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 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了 左右怪事临巡 土坡耸立 入境甚深 按照一斤八卦来说 水山捡挂大凶 哟 是大凶啊 这地基都挖了 怎么是大凶之相 陆林山也是个活宝 挖掘地基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都不找王半仙测一测 这地基都挖了 不要可惜了 要么多挖一点 咱们家建个鱼塘 或者是多种一亩地 还是可以的 王师傅 你看这有没有破解之法 大凶是怎么凶 大凶之相就是对你和家人不好 兴则家庭不和睦 重则多灾多病家破人亡 你这地基没有办法破解 只有换一个地方 一听这话 和惠紧张得不得了 怪不得陆山河被退婚 他们家地基就一直没有好过 你们有没有看到 陆美青还是回来了 听说他婆家对他也不好 两个孩子都回来了 就是啊 王半仙算的真准 那麻烦王师傅 帮忙重新看一个地基 这天气这么热 地基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选到的 要么改天再说 和惠这下着急了 知道王祖茂这是要钱 他颤颤巍巍从包里面 摸出一个绣花的布袋子 再将袋子一点一点地打开 里面有二十块钱 而且是由两张大团结组成的 就在和惠要给钱的时候 一旁的陆山河一把 就把和惠的手给拿住 王大师 今天这么热地请你过来 实在是不好意思 耽误你时间了 陆山河从包里面 拿出一张崭新的绿色四尾人头 看到陆山河手上的钱 包括王祖茂在内 众人都惊呆了 这是一百啊 崭新的一百啊 这是茶水钱 王师傅请笑纳 王祖茂也是咽了咽口水 在大队做了这么多年 他收到最多的也是十来块钱 陆山河这一下给了一百块 反倒是让王祖茂有些手足无措 王祖茂赶紧擦了擦手 就要去拿钱 哪知道陆山河一把 就把手收回来了 王师傅 这茶水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还是麻烦王师傅算一算命 算命也成 是算你的命 还是算谁的命 先不算我的 师傅你先给自己算算命 你算一算 今天你出门是凶还是急 王祖茂瞬间一愣 一时半会儿 不知道陆山河说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候 旁边的陆美琪 按照昨天晚上陆山河说的办法 端着一盆猪粪 啪的一下就扑在了王祖茂的身上 然后自己再假装一不小心 摔倒在地上 就赶紧站起来 对王祖茂道歉说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王大爷 我不小心摔倒了 天天算别人的命 看别人的风水 得把你自己的命 自己的风水算一算 看来你今天出门 没有看皇帝 也没有给自己算过 有今天这一劫 今天你不宜出门 他被陆山河这样一捉弄 简直是气急败坏 站起来就是爹呀娘的破口乱骂 丝毫都没有一点半仙的形象 这下大家都认清了 王祖茂也是普通人而已 王大师 你这边不给我们看风水了呀 你们家的风水坏劫了 大凶大坏 一家人都不得顺利 王大师 你的这话我说下了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 今后你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发言一下皇帝 不然下一次说不定 泼在身上的 可不是什么猪粪了 也注意 千万不要走夜路 说不定哪天摔死在沟里 都不会被人发现 这个时候来了几辆大货车 货车里面拉来的建房 所需要的一些建材 包括水泥 砂石 钢筋 红砖等 围观的群众眼睛都直了 天呐 陆山河家居然买了 这么多钢筋水泥 红砖 这红砖只有咱们江城县的砖厂 才能够生产 买红砖好像要批调吧 哎呦 这个河砂可是建房子的好东西 陆山河家居然用了钢筋 我的天啊 这是要建什么房子 村民们也窃窃私语 大家羡慕得不得了 这个时候 商业局组织的大货车 货车里面拉来了建房 所需要的一些建材 包括水泥 砂石 钢筋 红砖等 全部都是商业局组织 国营的相关工厂 送给陆山河 车上下来挤人 陆同志你好 这位是我们建设局 成建谷的刘建强刘股长 咱们刘股长可是大学生 长安建筑大学毕业的 分配到咱们江城县的工作 现在主要是负责江城县的 城市规划和建设 村民们一听说 县城建设局的领导 居然下来了 还给陆山河送了这么多的建材 震惊得不得了 在公社 大家见过最大的官 可能就是妇女主任 或者是农机站的站长 连妇乡长都难得见一面 更别说是见县城的领导了 这陆山河怎么结交这么多大人物 陆同志 你家这个宅基地的位置好了 简直就是上风上水 大吉大利的好位置 刘建强故意大声说话 这话一出 直接啪啪啪地打王半仙的脸 这话也让生产队的人 感觉到不可思议 风水这个东西 虽然是封建迷信 但是现在也能够用科学的方式 去解答它 比如一个人长期生活在 阴暗的屋子里面 用风水的角度来说 那肯定是风水不好容易生病 但是用科学的角度来说 因为屋子里面 长期见不到阳光 昏暗潮湿 所以容易滋生霉菌 而且废气排不出去 这会导致人的身体不健康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同样宅基地的风水也是如此 我为什么说 陆家的这个宅基地选得好呢 首先陆家的宅基地 地势比较高 而且背靠大山 这样一来有居高临下的气势 外面的空气吹进来之后 也不是贯通的 而是可以和这个山坳里面 交换空气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对人的身体也是非常的好 此外修建房子 这周围的树 肯定会要砍掉 到时候就一马平穿 你不会太潮湿 滋生的细菌和霉菌也不会太多 对身体的健康也很好 而且这个地势做南朝北 东南北三方都可以晒到太阳 任何生命的存在 都是需要阳光的 阳光能够照射下来 此外线也能够杀菌 同样能够促进钙的合成 适宜的温度 也会让大家处于一种 非常舒适的环境 这样家庭也会和睦 也会幸福 刘建强这样一说 围观的村民们不断地点头 好像是这个道理啊 我家的房子前面就有一个院吧 每天都能够晒到太阳 所以我们一家身体都很健康 怪不得隔壁的刘叔 这么早就得了肺老死掉了 听说才四十来岁吧 就是因为他们家 这房子太阴暗太潮湿了 又在树林里面 四面都不通风 哎呦 这样一看来 陆灵山家的这个宅基地 的确是上风上水啊 这一些树木 今后房子修建之后 肯定是要砍掉的 变成晒股场 在刘建强的解释之下 大家忽然就明白了 陆灵山这一块宅基地 的确是上风上水 刘股长 人家是大学生 还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他的话肯定要比王半仙在理吧 刘股长说得很在理啊 什么是上风上水 这不就是科学吗 今天王半仙出门 肯定没有看皇帝 也没有给自己算命 这才被拖了一连份 我觉得王半仙算的 也不是太准 他对我家算命说 我要生一个儿子 结果我生了七权是女儿 我拿这件事情去质问他 他又找了各种借口 还说下次给我单独做一做法事 我配我信他个鬼 陆灵山看了一下陆山河 心里面第一次感觉到 儿子真的长大了 无论是待人接物 还是为人处事 要远远地强于他这个老子 山河做人还是要诚恳踏实 可别把你妹妹给教坏了 陆美琪看见父亲 在批评哥哥赶紧站出来说道 爸 真的是我不小心摔倒的 你不小心摔倒了 你没事拿个盆子 装了那么多猪粪干什么 陆山河赶紧请刘建强 进屋子里入座 何家兄弟和王素芬看到这一幕 心里更是拔凉拔凉的 陆灵山这块地居然是上风上水 怎么县城的人都给陆山河送建材 这么好的房子 咱们文彬才配得上 他陆山河算什么 建设局的刘建强给陆山河送红砖钢筋 水泥和沙石 这可把围观的众人羡慕得不得了 李海燕酸味十足地说道 这么好的房子 咱们文彬才配得上 他陆山河算什么 李海燕这话 一下就把何大勇点醒了 何大勇做梦都没有想过 自己要见二层小洋王 凭什么住这么气派的房子 要是自己的儿子何文彬将来娶媳妇 能住上这样的二层小洋楼 那得是多么的气派 陆林山修的房子 就算是没有爸妈的一份 没有我和大志的一份 那也必须有何文彬的一份 何文彬的婚房 必须布置在最好的房间里 陆山河亲自下厨 中午给大家做了一道小炒肉 炸肉丸子酸菜汤 松茸炖鸡 油炸香菇 还有一些下酒菜 刘建强不断地吃着菜 一边吃一边说道 小炒肉滑嫩爽口 要比城里面的好吃多了 松茸炖鸡更是鲜美无比 鸡汤上面飘着一层黄色的鸡油 松茸的外观呈现棕色 里面却是雪白的肉 一口松茸一口鸡肉 再喝一点带着鸡油的鸡汤 这个美味赛过活神仙 松茸可是好东西 人工根本就没有办法培育 只能够在环境比较好 没有说过污染的山林里面才有 我在国营食堂吃过黄瓜烧扇鱼 听说这道菜是你发明的 那味道也真是绝了 陆山河有一些谦虚的说道 黄瓜烧扇鱼是早些年就有的菜品 也不算是我发明的 我只是对菜品进行了一些改良 刘建强可是对陆山河佩服的不得了 能文能武 懂经济 懂政策 还会厨艺 也觉得陆山河在乡村是屈才了 酒足饭饱之后 刘建强告辞 陆山河也非常会做事 无论是刘建强 还是今天和货车一起过来那些工人们 陆山河都给他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到了晚上陆山河准备告诉和货和陆林山 让陆美琴去国营食品厂上班的事情 爸 妈 大姐 我托关系给大姐找了一份 在县城食品厂的工作 是厂里的正式员工 在后勤 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得40块左右 现在在农村 每年靠天吃饭 收成不一定不说 就算是丰收的时候 把工事要收的粮 这些扣除 一个月算下来也最多20多块钱 而且还辛苦 我姐如果能够去工厂上班 拿到了国营工厂的正式身份 每个月多了钱不说 未来还可以有江城县的户口 对咱们农村的人来说 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念书 县城的教育质量 肯定要比咱们工社的教育质量好得多 只要大姐在县城 今后川川和家家 包括美琪也能够在县城念书 陆山河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 和货和陆林山听得目瞪口呆 别说农村的人想去国营工厂上班 就算是城里的人 想去国营工厂上班 那都是天大的难事 国营工厂基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老子退休了 儿子才能顶岗 如果你有三四个儿子 也只能够选一个去顶岗 这么俏的工作 陆山河是怎么搞到手的 不对 陆林山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农村的人去城里的道路有多艰难 我是知道的 山河 你是怎么拿到国营工厂上班的名额的 当陆林山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陆山河也不愿意多说 毕竟陆山河和县城张国栋 州局长以及吴勇等人的关系 可以用 但是绝对不能够说 爸 这是你就别管了 我有自己的办法 和货简直就不敢相信 成为城里人 这是和货一辈子想都不敢想 但陆林山又想到一个问题 这么好的工作岗位 山河干嘛让给美琴 而不是自己去 山河 我不知道你这个县城的工作 是怎么来的 但是一个月 如果有四十块钱的工资 还能够拿到城里人的身份和户口 我不同意你解去 你要去 一听自家的老父亲 不允许自己去县城工作 而是让陆山河去 陆美琴也只有低着头 默不作声 就是要山河 这是你得赶紧抓紧 要是被别人抢了该怎么办 一个月可得四十多块钱呢 还有国营工厂工人的身份 是不是能够达到县城的户口 要是咱们家的山河 能够在国营工厂工作 还能够拿到江城县的户口 咱们这房子一修建起来 没人可不把咱们家的门槛 都给踏平了 想到这个画面 陆林山美滋滋的 有大房子 还有稳定的工人身份 县城的户口 山河就算是没有办法 在县城找个姑娘 在整个红星公社找一个姑娘 那不是轻轻松松 那个时候咱们可得好好地物色物色 女孩子至少得上过初中才行 如果能够和城里的姑娘结婚就更好了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能够让给你姐 陆山河送走刘建墙后 便与父母说给姐姐介绍国营市场的工作 却没想被父母拒绝 反倒让自己去 陆林山河和会说这话的时候 完全是凭着内心的感觉 也完全忽略了陆美琴的感受 陆美琴也一直低着头 没有说话 最后才勉强露出了微笑 对陆山河说道 就是呀山河 咱们爹妈努力了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跳出农民 好不容易能够在城里面工作 你得好好珍惜机会 被父母拒绝 陆山河就不愿意了 什么叫做这么好的机会 不能够让给你姐 结婚的时候 家里面的钱凑不过彩礼 姐姐自己省吃钱用 偷偷地栽给了我一些钱 就是给我结婚用的 这钱也自始至终都没有 让我们换 陆美琴为家里面牺牲这么大 陆山河是记在心里的 所以她下定决心 不能够让自己的姐姐受委屈 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 爸妈 这事儿不是和你们商量 这事儿是通知你们 一句话就把陆林山一的说不出话 她本来想训斥陆山河几句 却被和会给拉住 而此时 同样在家里面睡不着的 还有苏婉晴 没有了男人给自己的经济援助 仅仅依靠苏婉晴 和胡琴两个人在地里面劳作 一个月根本就没有多少钱 这段时间 我听说陆山河家在盖新房子 不仅盖了新房子 而且还要用红装盖 这段时间 在陆山河家干活的街坊邻居们 每一顿都有大白米饭管保 而且还有肉吃 这陆山河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 怎么每一顿都有大白米饭和肉吃 不行 我要去找陆山河复合 说完便出门去陆山河家 这一次 苏婉晴准备豁出去 他相信凭自己的姿色 就算是个入定的老僧 也忍受不了 苏婉晴没有进河家院子 而是来到陆山河家的宅基地 借着月光 苏婉晴能够看见堆在宅基地 空地上的红砖 陆山河屋子门口躲着 看见陆山河走了出来 苏婉晴赶紧站了出来 用十分温柔的声音喊道 山河 苏婉晴赶紧把手中的炸猛拿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陆山河的手上 山河 这是你以前送给我的东西 我现在还留着 我还好好保存着 陆山河看着手上的竹炸猛 翅膀和腿都断了 只剩下一个光溜溜的脑袋和身体 这东西是你好好保存了的 胳膊腿都没了 鬼才信你 山河 你家还有吃的吗 我现在还没有吃饭 要不咱们去回龙坡那边 你给我捉一只野兔子 咱们烤着吃 山河以前是我错 你对我这么好 我还误解你那么多 我们复合好不好 以后我就做你的贤内助 好好地照顾家里 孝敬公婆 陆山河呵呵笑了两声 他非常的清楚 这个女人丢掉梁湛的工作以后 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出路 陆山河对苏婉晴说道 苏婉晴 别把你使在陈国泰身上的那招用 在我身上 好好地做我的贤内助 在家里面照顾公婆 我看你是挖空心思的 想把我家里搬空 抬回娘家吧 赶紧回去吧 一会儿夜深了 山上还有狼呢 说完陆山河将葫芦瓢 伸进了木桶里 浸满了一瓢水之后 狠狠地往苏婉晴身边的菜地里浇水 苏婉晴站在原地 浑身气地发抖 可是想到今天自己来的目的 苏婉晴忍了又忍 我来帮你浇水吧 陆山河把葫芦瓢 扔在了木桶里 我现在要去打扫住卷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这乌漆麻黑的 可不要不小心摔倒 掉在粪坑里 这一句话可把苏婉晴彻底给激怒了 陆山河 你不要我给你脸不要脸 追我苏婉晴的男人 从二大队可以排到公社门口 今天我是看在咱们这么多年来的感情上 如此背躬屈膝地来求你 你这样三番两次地羞辱我 真当我苏婉晴没人要了吗 苏婉晴 你也睁大眼睛看一看 我家要建红砖房 五人或六人户 随便我修建 就我这个条件 要想在咱们公社去找个女生 哪个女生不愿意 我这是脑袋江湖了 还是怎么着了 要和你在一起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陆山河你最好记得你说过的话 我苏婉晴要是让你好过 我下辈子不做人 苏婉晴气气冲冲地走了 越想越气不过的苏婉晴 根本就没有回家 而是摸到了陈国泰的家里 苏婉晴直接截住了 刚刚从地里回家的陈国泰 国泰 我一直没有跟你说 国泰 我怀孕了 我偷偷找别人算过 好像是个儿子 苏婉晴找陆山河复合 却被陆山河拒绝 转身就去了陈国泰家 国泰 我怀孕了 是你的 好像是个儿子 陈国泰想都没想 就认为苏婉晴肚子里面的孩子 必定是自己的 苏婉晴继续说道 国泰 你什么时候娶我 张桂华比起 俄罗多姿的苏婉晴差太远了 张桂华流产 无法生育 老爹就不同意和张桂华的婚事 现在苏婉晴怀孕了 那件事就顺理成章了 娶 我现在就回家跟爹说 我要娶你 走 咱们一起回去 咱们爹同意的 我们就找个时间把婚礼办了 我要风风光光地把你娶进门 陈国泰拉着苏婉晴的手 就往家里面走 我听说那天晚上 我们被公社的人发现 是因为陆山河去公社告了状 最后是沈没带的人过来的 到时候 我们办酒席的时候 至少得办二十桌 酒席上必须有肉 想着苏婉晴的肚子里面 怀着是自己的大胖儿子 陈国泰高兴的不得了 满口答应了下来 夜晚的陆山河也没有睡觉 他拿出笔和纸在纸上写写画画 我现在有县城公销社工作人员的身份 以县城公销社的名义到 各个生产大队收购蔬菜问题不大 但最关键的还是 蔬菜的比轮现在非常的低 不像后世那么的暴力 但陆山河又不愿意放弃 和县城政府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整个人都投入到了蔬菜的供应之中 既浪费时间又赚不了多少钱 而且卖黄鳝那里也需要人 应该采取薄利多销 抓住供应链 只要供应链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就是细水长流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陆山河准备让李二牛多召集几个人 也可以把和绘以及陆陵山发动起来 在整个生产队收蔬菜 到时候李二牛负责送货 我只负责收钱就行 菜市场黄鳝的生意也要保留 陆美勤工厂下班回来 之后可以炒料 如果李二牛有时间 可以去看摊位 没有时间就直接把黄鳝和炒料 批发给卖鱼的留书 第二天 在公社孙婷家里面住的沈薇 听说陆山河要建房子 无论是为了感谢陆山河的救命之恩 还是感谢陆山河帮自己复习 沈薇都觉得自己 应该去陆山河家的宅基地那边转一转 孙婷看着沈薇袋子里的馒头说道 你平时挺节约的 怎么今天舍得把白面 全部用来做馒头呀 这馒头我要拿去给陆山河 孙婷一听说是去找陆山河 就有一些不高兴了 干嘛又去找那个陆山河呀 真的还有几天高考了 你也不复习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沈薇来到陆山河的宅基地 宅基地的柱头已经立了起来 由于是钢筋混凝土的柱子 这也是公社的第一次 所以除了在工地现场干活的人以外 还有很多人在看热闹 河慧在临时搭建的灶台上忙碌着 为工人们准备早饭和午饭 看见沈薇居然过来了 河慧赶紧放下了手中的活营街 哎呀 沈薇你来了 吃早饭没有 快来快来 我正在下面条 也给你盛一碗 上一次沈薇和陆山河来到家里 河慧就喜欢沈薇喜欢得不得了 心里面也有个念想 要是沈薇能够嫁给陆山河 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那该多好 阿姨 我吃饭了 这是我做的馒头 听说你们家在建房 早餐可以吃一些馒头 哎呀 过来玩就过来玩 还带什么馒头呀 我让陆山河把馒头的钱给你 阿姨不用了 也没几个钱 沈薇帮了我这么多 我就做了几个馒头 我还怪不好意思的 阿姨 你再给工人煮面条呀 你先吃饭吧 我来帮你煮面条 和会见推托不过 只得把零食厨房这个位置 让给沈薇 人家姑娘都来了 陆山河这个正主 还不出现像什么话 李海燕看见沈薇 居然在室外的灶台 为工人们下面条 心里面一惊 这沈薇 沈知青 居然过来帮忙 难不成外面传言陆山河 要娶沈知青是真的 我还想着等自己的儿子 和文斌回来之后 托人给沈薇说一说没 文斌读了高中专 配沈知青是完全配得上的 等文斌回来 就分配到江城县的县城里 再把自己和何大勇 接到县城里面去住 那日子才有盼头 儿子还有几天就回来了 怎么能够提前 让陆山河给得逞 想到这里 李海燕坐不住了 不过那边是陆林山的宅基地 快步走了过去 沈薇来到宅基地 何会和李海燕 都想让沈薇当自己的媳妇 李海燕想到自己的儿子 还有几天就回来了 怎么能够提前 让陆山河给得逞 于是快步走了过去 沈薇看着李海燕过来 知道李海燕 应该是陆山河的舅妈 便十分礼貌 并且乖巧地叫了一声阿姨 李海燕满心欢喜 越看沈薇 越是喜欢 沈知青今天没上班 过来帮忙呀 李海燕又看了看 锅里面沸腾的白面条 还有放在灶台上面的 猪油渣扫子 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今天周末公社没有上班 听说陆山河家 在建房子就过来看一看 能有什么帮忙的 我就帮一帮 这话就让李海燕 非常不高兴了 沈薇又不是二大队的 史知青还在公社工作 又不是沾亲带故 没事过来帮什么忙 所以李海燕试探性地问道 你和陆山河在谈恋爱 李海燕迫切地想知道这个问题 她也没有多少问话 所以问问题 也算是直输胸义了 李海燕突然问出 这个问题之后 沈薇的心里扑通地跳了一下 心里和表情 都变得慌乱起来 哪有 一听见沈薇否定了这件事情 李海燕心花怒放 故作十分关心陆山河说道 我那个外甥呀 没有念过多少书 没有多少文化 不像我家文斌还念了大学 不过陆山河人老师 肯干活还是非常不错 沈薇听出这句话的意思 说陆山河没有多少文化 要说陆山河没有念过大学 我是相信的 但是要说陆山河没有多少文化 我可是一点都不信 如果一个人没有多少文化 那么他为什么会英文 为什么会数学 为什么还会物理 为什么他复习高考的方式 要比我的先进很多 而且非常有效 这人老实呀 还是不错的 陆山河的妈 有一个朋友李俊芳 给陆山河说了一门亲事 三大对刘家的人刘小米 这刘家姑娘呀 才十九岁 人长得俊俏 家里面条件也好 和陆山河是完全配得上的 前几天没人 和刘家的亲戚都来了 陆山河 忠议这个姑娘 忠议得不得了 我听说婚事也说定了 说完这话之后 李海燕贼眉鼠眼的 看了一眼远处 和惠赶紧溜掉 但是此时此刻 沈薇盯着柴锅在发愣 心都凉了 胡思乱想之下 沈薇没有察觉到 自己面前的这一口铁锅 里面的水 在疯狂地沸腾着 与此同时 里面煮的面条 早已经全部脱掉了 和惠赶紧往面锅里面 加了一瓢冷水 然后用碗 将已经脱掉的面条 给捞了起来 山河赶紧带沈薇去喝口水 这天气怪热的 内心无比慌乱的 沈薇这个时候 才发现 陆山河笑意盈盈地 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请你喝奶茶 沈薇学着陆山河的样子 轻轻地捉了一口吸管 香气浓郁的冰奶茶 包裹着几颗珍珠 一下就窜进了 沈薇的口腔里 这种感觉是沈薇 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但是沈薇想着 刚刚李海燕说的话 心情又一下低落下来 沈薇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这杯水 也给刘家姑娘喝过吧 刘家姑娘 是哪个刘家姑娘 还能有哪个刘家姑娘 不就是那个 和你相亲的对象吗 我听说你们都订婚了 陆山河财思敏捷 又想着李海燕 刚刚从这里离开 便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 你说的是刘家姑娘 小米啊 叫得这么亲热 什么时候办酒席 到时候记得请我 李沈的确给我介绍刘小米 但是我觉得 男生和女生之间 以后在一起 不仅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更多的 还是应该心灵沟通 小米是个好姑娘 人很善良也很勤劳 但我和她缺乏一些 共同的认识 和共同的语言 订婚的事 是我舅妈李海燕 对你说的吧 她是不是还说过 过段时间 她儿子和文斌要回来了 介绍你们俩的认识一下 沈薇脸上通红 有些挂不住 不过陆山河也不生气 对付李海燕这种女人 她手中有一千种 一万种办法 果然 沈薇听陆山河这样一说 脸上又一下 就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那你说 什么样的女生 才和你有共同语言 我听说 整个公社都知道了吗 我陆山河要娶大学生 沈薇当初听到 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闹了一个大红脸 暗自骂陆山河无耻 可是今天沈薇听陆山河这样说 内心却甜丝丝的 沈薇看着陆山河 深邃毫无杂念的眼神 她暗自握紧的拳头 心里也是无比的感动 她知道陆山河说这些话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都是为自己好 是要鼓励自己考上大学 二牛和几个朋友 在旁边的小树林等着我 我带你过去 李海燕回到家中 十分骄傲地说道 妈 再过两天文兵 放暑假就要回来了 现在在家里乱糟糟的 门口还堆了那么多的柴和杂物 你有空还是收拾收拾吧 沈薇从李海燕口中 听说陆山河喜欢刘小米 心中伤心不已 陆山河解释后 才知道误会了陆山河 陆山河来到树林里面开小会 除了陆山河和李二牛 以及刚刚来的沈薇以外 还有陆山河以前在大队里面 玩得比较好的两个朋友 蒋大伟和杨洪涛 你们两个人 在二大队摸一摸情况 看看能够收多少菜起来 价格要比农户 卖到公社的高级历钱 你们家里面的人 可以到山上去 采集松荣机纵军等山珍 到时候看数量的多少 给予一定的价格 沈薇看着陆山河 非常细致的布置任务 眼神有一些痴迷 这个男生 要比大家认识的聪明得多 陆山河安排任务之后 还给大家发了几块钱 收购蔬菜 肯定不会让大家店钱收购 这让众人非常的感动 在宅基地这边吃过午饭之后 陆山河又把沈薇 送到了公社孙婷的住处 他只是有一些 舍不得的对陆山河说道 你能不能晚一些回去 我还有一些提想向你请教 而此时 何家发生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 王老太摔跤了 王老太的脚踝肿的老高 也不知道是摔断了腿 还是仅仅是扭伤 何方明急忙着 把王老太扶到了 房间里面的床上 何方明也不想 把王老太送到医院里去 毕竟医院就是个吸金窟 何方明问两个儿子该怎么办 何大勇和何大志 看到母亲躺在床上 反而是开始了争执和指责 大哥 你们是怎么搞的 你和嫂子都在家里面 看见爸妈爬这么高就弄东西 怎么也不阻止一下 现在好了 摔了吧 何大志说这话的时候 情绪也非常不耐烦 老太太生病了 那谁做饭 老太太生病了还要人照顾 谁去照顾 是自己家的张芬去照顾 还是李海燕照顾 各家都有各家的事情 谁没事在一个老太太的身边转悠 这不是耽误善吗 我和几个朋友约好了喝酒打牌的 可别让王素芬把自己的事情给耽误了 何大勇一听小弟说这个话 直接就是火冒三丈 大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妈摔了是妈爬那么高自己摔的 又不是我让妈爬那么高自己摔的 前些天妈还让你把龙门那边的杂物给收一下 你一直都不收拾 现在好了吧 出事了吧 是我说何文丁要回来了 家里面乱得很 让妈整理一下 如果到时候把所有的过错 都怪在了我的头上 我不仅花钱让王素芬治并不说 每天还得照顾这个恶臭老太太 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我不能说 何大勇骂何大志 你每天都知道在外面喝酒打牌 也不知道回家帮一帮家里 家里面堆了这么多的活还没干 你好像看不见一样 我打牌喝酒怎么了 我打牌喝酒又没花你的钱 只花我自己的钱 你还好意思说家里这么多的活没干 每天吃饭可没找你一口 你吃了那么多 爸妈还帮你养何文斌 每个月给他生活费 每学期给他学费 你怎么不帮忙多干一点 两兄弟把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房间里面 吵得更加乌七八糟 前面是两兄弟的争吵声 旁边又是王素芬一直在疼痛的 哀忧哀忧声声 何方明的心里面烦得不得了 他用力拍了拍床头 把王素芬吓了一大跳 也让何家两兄的安静了下来 行了行了别吵了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头子 还有没有我这个当爹的 你妈脚肿成这个样子 你们就不想一点办法吗 两兄弟这才停止的争吵 看着躺在床上的烫手山芋 按照农村的土办法 如果跌打损伤了 那么在伤口涂抹一点青油就好了 青油也叫做菜籽油 这东西是个稀罕物 这菜籽油更是舍不得放 除了逢年过节做大菜 要用菜籽油以外 平时里面吃饭 基本都没有什么油气 要让我把家里面的菜籽油弄一点 抹在妈的脚踝处 我可舍不得 这个时候何大志走了过来 他用力地吸了吸潭 催了一口散发着恶臭味的浓潭 在老太太的脚踝处 然后用手摸了摸 把浓潭抹均匀 让皮肤更好地吸收 何大志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感觉没什么大事 先观察几天 可是王素芬的确是痛得受不了 他一边哭喊着 一边惨叫着说道 我要去卫生院 痛死我了 我要去卫生院 王素芬摔倒 卧病在床 嘴里喊着要去医院治疗 一听说老太太要去医院治疗 这一下大家都傻眼了 如果要去医院 斗里面没有五块十块的 根本就不敢进去 而且后期的治疗费用 到底是多少 也不知道 如果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去 那就真的是无底洞了 以前生产队的和秀花 就是洗衣服的时候 不小心栽到了河里 然后被送到了公社的 卫生院去抢救 结果听说花了好几十块钱 把家里面的家里都掏空了 人也没有抢救回来 何大志一听说老母亲要去医院 也是吓了一大跳 去医院谁送过去 送过去了 谁垫钱 所以两兄弟交换了一下眼神 刚刚还在争吵的两兄弟 一下就站在了同一站线上 妈 没什么事 去什么医院 你这个脚肯定就是扭了 躺在床上休息两天 过段时间就好了 就是呀 去医院就是受罪 在家里面躺几天就好了 我明天去山里面 给你弄一些中草药 给你熬制一些 敷在红肿的地方 可有效了 就是呀 去医院就是折磨人 咱们公社卫生院的条件又不好 一个病房里面 要睡时来个人 里面可臭了 而且晚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妈 咱们不要去医院 去医院没病都要折腾出病来 何方明用手摸一摸 王老太的脚踝 好家伙 这哪是什么扭伤 这是骨折了 咱们可能不痛 大勇大志 你妈这是骨折了 赶紧找一块板车 把你妈送到公社卫生院去 一听说王老太是骨折了 李海燕吓了一大跳 骨折治疗可得花不少钱 而且伤筋断骨一百天 这期间谁来照顾老太太呀 李海燕赶紧装模作样的 捂着肚子说道 大勇我不太舒服 过几天文斌就要回来了 文斌的被子都还没有给他清洗晒过 张芬听到这话气得够呛 赶紧站出来说道 大志 一会文心就要回来了 还没做饭呢 我可没时间去医院 躺在床上的王素芬一听 两个儿媳妇居然这样推脱 情不自禁悲从中来 要是何慧还在这个家里面 肯定会二话不说 直接带着自己去医院 何方明是真的生气了 他见两个儿子相互推脱 便对王素芬骂道 那龙门的木材还有杂物 放在那里那么久了 都没有人收拾 你今天发什么风 怎么想着去收拾东西 何方明提出这个问题 何大志这一下可高兴 赶紧说道 这可不关我们俩的事 这杂物堆放在那么久了 都没个人收拾 我也没叫我妈去收拾 李海燕这个时候 吓了一大跳 因为是他让王素芬去收拾的 原因就是说 自己的儿子何文斌要回来了 李海燕脑袋飞快地运转着 忽然之间 就想到一个完美的借口 哎呀 这还不是怪鹿林山和何慧 咱妈就是心疼何慧他们家修建房子 从屋后的树林那边绕过去 还得多走好几百米 而且路也不好走 从咱们家的大门这边走过去路 要平坦一些 距离要短一些 但就是杂物堆的比较多 所建房的工具和材料 不怎么好拿得过来 咱妈就是心疼他们两人 所以一直嘀咕着 要把龙门这边的杂物收拾一下 我看见了之后都劝了好多次 但是妈就是体谅何慧 也没有听劝 看吧 这一下出问题了 李海燕把谎言说得和真相一样 轻松自如 甚至连借口都找得非常好 这话一说出口 躺在床上的王老太 也赶紧附和说道 我这也是心疼 他们两人建房辛苦吧 这一下好了 何大勇 何大智 何方明三父子都长出一口气 花钱和照顾的人都找到了 那就是何慧和陆林山 跑都跑不掉 这何慧和陆林山两口子 太不懂事了 他们要建房子 从正门过自己过来收拾东西 爸妈的年纪都这么大了 还让妈去收拾东西 这怕高上踢的 难免要磕着摔着 还好 妈只是脚受了伤 要是摔到了腰或者是头部 何慧和陆林山 还担不起这个责任 两兄弟越说越起劲 一个一个的一份填膺 就要找何慧和陆林山 讨一个说法 何方明 何大智 何大勇 居然看见陆家的伙食 开得这么好 又羡慕又愤怒 何大智的嘴里面 还骂骂咧咧地说道 陆林山和何慧 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只顾自己吃吃喝喝 不顾当妈的 何大勇站过去 冲着何慧就骂道 何慧 你这个做女儿的 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看见大哥指着鼻子 在骂自己 何慧有一些莫名其妙 看着何大勇说道 你要说话 就把话给说清楚 哼 你们两口子 在这里喝酒吃肉 日子过得可真潇洒 你可知道 咱们当妈的 还在床上躺着 脚都摔断了 你说什么 妈怎么摔断腿了 妈怎么样了 妈 你不要着急 问清楚了再说 你们这几个好没有良心 把你们养这么大 养了一窝白眼狼 姓陆的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姐 你问这个问题还好意思 咱妈就是心疼 你和陆林山建房 拉材料要从树林 后面绕一圈 非常不方便 想着你们方便一些 这才去收拾 龙门旁边的那些杂物 咱妈是因为你们 才从梯子上摔下来的 你们现在还好意思 问妈是怎么回事 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 当真是分了家就忘了娘 王老太自己摔倒 李海燕却说是帮何慧 和陆林山才摔倒的 何方明三父子 就去找陆林山讨一个说法 妈可以为了何大智何大勇 每天心情劳作 帮助这两兄弟做家务 做饭洗衣服都没有问题 以前还是人民公社化的时候 妈可以为了自己的 两个亲孙儿想要吃肉 一大早的天还没有亮 大概凌晨四五点 就来到了公社那里排队 用肉票换肉 要说妈因为我要建房子 所以去收拾龙门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一看何家兄弟 不断地指责何慧 陆林山就知道 何家兄弟心中肯定有鬼 这两个人必定是不想花钱 带着老太太去医院看病 所以这才想方设法地 赖上了何慧 就当陆林山准备拉走何慧 不要何慧说话的时候 何慧却急忙往何家的屋子里面赶 陆林山也赶紧跟了过去 陆美琴看到此状 也知道何慧的心里面在想什么 他也急匆匆地跟了过去 见何慧 陆林山以及陆美琴都离开了 何大勇和何大智 看着桌子上的肉和大白米饭 不断地咽口水 二话不说 直接就往嘴里送 完事之后 他不断地舔噬着嘴唇 十分嫉妒陆林山现在的生活 一边走着 嘴里还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路山河到底是在哪里发的菜 怎么天天都吃肉 果不其然 当陆美琴来到王素芬的房间的时候 刚好听见王素芬在那里不断地哭泣 自己建房自己收拾呀 你妈都多大年纪了 还让你妈帮你收拾这些杂物 现在好了 人摔着了 你看怎么办 何慧却的心中其实也非常的清楚 王素芬是为了孙儿回来 所以才收拾龙门的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够怪罪在孙儿头上 你们俩都多大年纪了 张口闭口就胡言乱语 难道自己不会心痛吗 真是笑死了 当初我爹就是要收拾龙门的那些杂物 你们说这些东西是何家的不要我爹动 现在你们居然说因为我爹在建房子 为了我爹好 然后主动收拾这些杂物 外公外婆 你们说这些话到底良心会不会痛呀 行了秦秦 你少说几句 他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外婆 陆美琴最不喜欢的就是听这种话 什么叫做外婆 外婆外婆就有一个外字 妈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们就是找不到人给医院钱 所以才把你找到的 你要是敢以你的亲孙子发誓 说今天你去收拾杂物 的确是为了我爹陆林山建房子 我就相信你 我们二话不说 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但如果刚刚你说的话有半句假话 那我所有的诅咒 都会报复在你的孙子的身上 这话一说 王素芬的脸一下就变得涮白 真话假话 她的心里面当然非常的清楚 李海燕一听陆美琴居然出这样的主意 一边哭着一边喊 你这个做晚辈的怎么给自己的长辈说话 陆美琴你没有看你的外婆脚都肿得这么高 你们要是心疼她就带她去医院 你们要是嫌麻烦就赶紧离开 何必在这里说这些亵渎人的话 王素芬一听李海燕这样一说 赶紧顺势就哭了出来 哎呦 我命苦呀 我命苦呀 我生了三个孩子 没有一个孩子在管我 我骨头都已经断了 做女儿的非得不帮我 还要让我发誓 你们全部都走吧 全部都离开 都给我滚 让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死了算了 王素芬一边呻吟着 一边哭喊着 一边还用力不断地砸着床板 何惠一看王素芬根本就不敢揭露美琴的话 也不敢用何文斌或者是何文心来发誓 心中也知道了七七八八 妈我们走 我们早就和这边分家了 他摔倒是他自己的事情 又不是我们让他摔倒的 龙门旁边的那些杂物堆放了 这么些时候都没有人收拾 我爹要去收拾 还被你们给赶了出来 我大舅二舅大舅妈二舅妈都在家里面 他们不收拾 反倒是让外婆收拾 说不定就是他们让外婆收拾的呢 见真相被陆美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说了出来 王素芬哭得更厉害了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 林珊你去准备一个板车 牵一头驴出来 我们把妈送到公社卫生院去看一看 见和慧下定了决心 整个和家的人都长出一口气 老太太总算是有人收拾了 美琴你就在家里面 不要跟着我们去 照顾好美琦和家家穿穿 要是你弟回来了 就给你弟弟说一声 明天工人还要过来干活 让他们注意一点 陆林珊听了和慧这怀内心也是憋着气 也只有医着自己的老婆 不过陆林珊还是留了一个心思 他就害怕到时候的医药费全部让自己嫁出 自己这边不好说 但是儿子好说 陆林珊赶紧对陆美琴说道 美琴 要是一会儿你弟回来了 记得给你弟说这件事情 陆林珊和何大志将王老太抬在了驴车上 何大志和张芬马上就找到了借口 妈猪圈里面的猪还没有喂 我一会儿把猪喂了再过来看你 何大勇和李海燕也赶紧说道 妈 这几天和文斌要回来了 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也不知道 要是我们现在走了 家里面没有人也不好的 我们就不去了哈 过几天等文斌回来了 我带文斌一起去医院看你 看着两个兄弟这样说话 何惠也懒得和他们计较 何惠赶紧让陆林珊赶着驴车 急急匆匆地去公社的卫生院了 看着何惠和陆林珊拉着老太太离开的背影 何家的兄弟们才长出一口气 这一下烫手的山芋总算是送走了 看着母亲和父亲如此的辛劳 既要照顾一家老小 还要修建房子 现在老太太病了 还要送老太太去医院 陆美琴恶狠狠地盯着何方明 骂了一句说道 你们这样做 小心遭到报应 带陆美琴走了之后 何方明才自言自语地说道 报应什么报应 儿女要是不孝顺 他们才会遭报应 在前往公社卫生院的道路上 驴车在小路上走着不断地颠簸着 一颠簸 老太太的脚就痛得不得了 一边哭着一边破口大骂 你就骂吧 骂吧骂死我吧 到时候我死了 看你生病的时候 谁还带你去医院 而此时 在孙婷的家里 在这个时候 房间里面原本就不太明亮的灯光 突然一下就灭了 这是停电了吗 沈薇说着就翻出蜡烛将其点燃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个黑色的影子 快速从窗边走过 看到这个影子 沈薇心里面吓了一大跳 又想着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 听到门在响动 她赶紧抓住陆山河的手 把昨天晚上好像有人影的事情说了一遍 不要怕 我在这里呢 咱们小心一点 你去叫孙婷就在屋子里面待着 我出去看一看 陆山河把电筒打开左右看着 却没有发现什么人 这时候忽然一个影子闪过 陆山河快步追了过去 可是只看到了一个影子 追不上 陆山河又赶紧来到屋子的配电箱 这件事情就非常的严重了 对方是有针对性的 无论是对两个女孩子有企图 还是对家里面的财务有企图 但是 这个人三番两次的来到孙婷家门口晃悠 肯定是盯上了孙婷或者是沈薇 还有就是这个人 应该是董电工的 他是带电操作切断了线路 而且 很大概率是对这边非常的熟悉了 也不知道是采点时间比较长 所以非常的熟悉 还是本来就是这边的熟人 无论是哪种情况 孙婷和沈薇都非常的危险 陆山河隐约能够记得85年 还是86年的时候 将呈现好几个公社 的确是出过一连环的命案 死者都是女孩子 犯罪分子是极其变态 而且一直没被抓到 陆山河接好电 回到屋里 无论怎么样 孙婷你这个家是绝对不能再住了 那 那可怎么办才好 在我重生以前 沈薇早就在储慕场的火灾之中被烧死了 所以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 沈薇这个角色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 对方可能根本就不是盯上了沈薇 而是盯上了孙婷 对方直接掐断了这个屋子里面的宫殿线路 可能是直接针对你们俩的 我建议这段时间 你们不要在这里住了 明天去派出所报警 啊 不住这里 那住哪里啊 孙婷 你平时有没有仇人 我哪有什么仇人 陆山河两世为人 一看孙婷的眼神 就觉得孙婷不正常 我今天晚上就睡客厅 你们早一些休息吧 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说 目前为止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孙婷和沈薇两个姑娘 搬到公社政府去住 再怎么说 公社那边还是有开门的大爷 每天还换着人在值班 而且旁边就是派出所 犯罪分子再怎么嚣张 也不可能到公社政府大院去犯罪